好,大家好,我們開始上課啦 我覺得這個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這節課 我覺得 我在準備的過程中 自己都覺得收穫蠻大的 因為講真的要把這整套全部 首刻出來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要真的那麼理解也沒有很容易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上節課一直在講 物件識別嘛 那我們今天就要開始做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就是 大概這個 物件識別這個模型 如果是自費生要出去找工作的話 這大概是最容易 接觸到的一個模型 這樣子 到時候會有 非常多的畢業生 他也號稱他會做物件識別模型 因為物件識別模型其實是有比較簡 其實是有這個 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是有 SPSS 之類的東西可以用 不過沒有那麼簡單 還是有點難 只是說 有些人努力去降低他的門檻 但是因為不了解背後原理 導致模型的準確度 到一定程度都不可能再上去了 我希望你們去做家庭作業 去體會一下提升準確度的過程 大概也是這個想法 好不好 你們感覺一下 一開始做出來的這個準確度 可能只有85% 然後後來隨著你慢慢去增加它 因為了解背後的理論 對不對 那也許你可以加到95 不了解的人要套 套這個既有的套件的 絕對不可能做往上提升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的這個 就是模型要怎麼做 好我們再給大家複習一次好不好 複習一次這個 我們的模型會長的什麼樣子 我們的模型 好大家看一下喔 我們的模型就是一張圖 這張圖 原來是256x256x3 好這樣可不可以 因為它是RGB嘛對不對 好現在我們大概都已經 非常清楚了 就是經過一系列的CMN 它可能可以變成 舉例來說 8x8x5x2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邊這個過程我跳過 現在你們應該都很輕鬆了吧 自公然可以嗎 你上了你已經上了十一節課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我這樣寫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現在 你現在有 你有沒有再回頭看一下自己 縮衣上的時候報的這個啊 有沒有覺得更清楚了 有齁 有沒有覺得 欸其實也沒有很難吧 有嗎 有這種感覺嗎 還是很難 還是需要努力一下 好沒關係 那個 好那8x8x2 512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問題出來 還記住接下來要做什麼 欸我們還 我們 我們好像有印象說 最後8x8x512 他應該要講成這樣子吧 欸我們 我們就畫三格就好了 他應該會講這樣 然後疊好多對不對 每一格 都有512個特徵值 然後我們要每一格每一格 做預測對不對 預測什麼 來 預測什麼 我們現在講出來 1 有沒有框 對不對 有沒有框 好 2345是什麼 那個框的 X座標 Y座標 然後這個 X座標 Y座標 然後寬度跟高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剩下是什麼 他的類別 他總共 假設你今天做的任務 有10類 那就是 10 那後面就有10個 預測值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你一個格子要預測 兩個框 那就是 5加 類別數 括號 乘語 N個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的輸出就是長這樣喔 好 現在的問題只是說 我們現在想的很美好 其實這個我會寫嘛 如果我們要把 8X8X512 變成 好我們今天 我直接跟你們講 我們今天做的任務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 我們要在一張圖裡面 找到皮卡丘在哪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一個超級簡單的任務啊 不過 這個 就是 即使這麼簡單的任務 也可以代理我們學到很多了 好不好 那既然是皮卡丘 請問一下他的輸出圍度應該是什麼 告訴我 來 數學欄 數學欄 他這一格下一層總要接什麼 你看得出來嗎 我今天要做 找到圖片裡面的皮卡丘 只有皮卡丘喔 他輸出圍度是什麼 經過這裡你看得懂嗎 素學欄 那 我要對這一格做 512 這512的特徵 我要對他經濟運算 算出來的結果要幾 要多少個特徵 這樣他其實可以講得出來嗎 我今天512的高階特徵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512的高階特徵 我要拿來算他是不是皮卡丘 請問一下我要算出幾個數字 來來來來來來 江振健 你再數 我看出來 6個數字 標準答案 512變6 好 這一格 512個數字 要算成6個數字 請問一下 用什麼東西可以做到 我們先不要去 我們都先不要去管說 有一些要 有些要 有些要 有些要什麼 有些要什麼 好我們先講喔 512變6 這什麼東西可以做到 你們看得出來 1乘1的卷積核可以做到嗎 看得出來嗎 朱東南 看不出來對不對 我看 我覺得 我也覺得你看不出來 因為你在network 給network 看不太懂 那大家請看得出來 1乘1的卷積核 如果我們給一個 1乘1的卷積核 然後 乘6 它掃過之後 會變8乘8乘6 這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是合法的嗎 這樣子看起來 形狀對了 它實際上運轉過程 是對的嗎 對啊 這個卷積核 不是這六個 這六 六維 這個所有的這個特徵 這個 某一維它是怎麼算出來的 整合前面512個算出來的 對不對 啊 六個是不是都整合前面512個算出來的 是不是相對我們做了六個線型回歸 對不對 然後利用卷積的特性 8乘8進行全G掃描 可以接受嗎 磁工男沒有看出它的相似自信嗎 還是沒有看出來 我這邊有512個數字 我要請它預測這個東西是不是個框 我要做什麼 我可以做回歸嗎 對不對 做回歸可以接受嗎 做回歸 是不是相當於是做Fully connected 可以嗎 到這裡位置都可以接受 做回歸相當於做Fully connected 那就一維嘛對不對 一維之後出去在Softmax嘛對不對 那我要不會每一個格子都做同樣的 Share weight的 Share weight是說共享權重的Fully connected 那我要怎麼做 我是不是可以用卷積來做 可以接受嗎 所以那我同時我需要看別的地方嗎 我在做的時候我要看別的地方 不需要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用1乘1的卷積核去做 我用1乘1的卷積核做 那我的最後最終輸出的維度多少 剛剛姜陳寧跟我講說6 對不對 所以我要做6個回歸 對吧 所以相當於是1乘1的卷積核 然後6個Fully 出來8乘8乘6 這是不是就是最終我們就會產生這個6 就是重要的了嗎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問題是說 所以說其實這裡上面這一段 上面這一段 這樣我們其實是可以 抄一個現有的model 用transfer learning做 對吧 可以接受這件事吧 抄一個現有的model 用transfer learning做就好了 對不對 夾到這一層就結束了 對吧 可以齁 好 那問題下面 要接你會不會接 蠻簡單的 這邊就是一個1乘1的卷積核 對不對 這個我會加嘛 對不對 這樣 黃建人你會不會加 加1乘1的卷積核 這個 比較困難一點 那大家其實覺得 會不會難 如果 如果從這邊到這裡 會不會難 蛤 不知道 不知道會不會很難 好啦 算了算了算了 難不難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很難 這個沒有辦法 好那 我們現在8乘8乘6 相當於我們 最後是不是 但是他們都要做不同的處理 就會很討厭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6個 它是不是要長這樣 總共有1 2 好這個是p 這個是x y h w 好還有一個c 好 這個p 得到這個5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 sigmoid的轉換 對吧 s 轉換 s函數轉換 對嗎可以接受吧 好 s函數轉換出去的東西是什麼 0到1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0到1 那 既然它是0到1 它的loss我是不是可以設計 它的loss是什麼 cross entropy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如果不能接受的話 你要想 你先不要被其他東西干擾 我們就只要 輸出 這一格 有沒有狂 是不是就是 s cross entropy 這樣 我們先不要被其他東西干擾喔 我們一個一個做喔 好不好 只是我們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但是 我們其實是可以分開看的 對吧 互相不影響喔 可以接受嗎 等一下我們語法就是在做這件事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 x x 應該要介於多少 0到1 對不對 在規劃它的 到底 那個中心 離那個格子 到底是在 如果00在這裡 00在這裡 那那個中心到底在哪裡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它0到1之間 可是問題是 0到1之間 它可以用sigmoid的嗎 不行 因為它的y 是0到1 不是0過1 這樣對吧 所以它不能用sigmoid加 cross entropy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理解齁 所以它這裡要怎麼辦 那 linear output 我們就叫L好了 你可以用linear output 好不好 你說linear output 它到時候如果預測出-1怎麼辦 2 你可以把它強迫變0 對不對 如果它 預測超出這個範圍 你可以把它強迫壓掉 對不對 那後續推理的時候 再把它改掉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好它是L 那它的輸出是什麼 縣性輸出 我們學到的 那個lose function是什麼 min square root 對吧 mse 你看看平方合吧 好 y跟x應該是一樣的 都是L對吧 mse 好 那h跟w h跟w的數字應該介於多少要多少之間 0到無限大 對不對 為什麼是0到無限大 因為那個 就是 0倍到無限大倍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最小就0倍 不可能比0倍更小 最大無限大 啊我們之前是不是講說它要取log 取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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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再 跟 取完log的y 做mse 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一樣在這裡 w log 再做mse 好 c呢 以皮卡丘來講 c不用管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但是假設 你今天有c1 c2 那你就必須把兩個這樣合併起來 變成 好然後我們要對這裡做 softmax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啊softmax要接什麼 準示範數 mlogloss 對嗎 欸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欸其實 其實每個部分我都學過了 對吧 但是 我 大家知道為什麼會難了吧 因為你腦 不是只有腦袋很清楚而已 這看起來就很複雜嘛 對不對 看起來很複雜 我們看你語法怎麼寫 好不好 好 好我們要抓皮卡丘 來 好一樣喔 我們的圖是 我們的圖是 2 我們的圖最後是 224乘24 乘3 然後經過32 3 就是 降為次數 降為那個 就是 縮減大小倍數是32 經過這個 選基層經網路之後 我們會得到 7乘7乘N 這個N是6 剛剛江森錦已經講的是6 對吧 好然後 可信度X座標Y座標寬度高度 這個我們剛剛都講過了嘛 對不對 接著我們最後來看看 要怎麼樣寫 ok 這個東西相對位置或絕對位置 大家有辦法回答嗎 因為我們 對面格子來講 如果你今天用絕對位置 假如說他是在中間 這裡 對他來講他是不是-1 他要預測-1 才可以預測在這個點 所以可以接受嗎 對他來講 預測正1 對他來講預測什麼 可是問題是皮卡丘 如果是在 皮卡丘如果是在 因為他們的權重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皮卡丘在不同位置 他預測的 他預測的指的位置 就不一樣了 所以絕對要用相對位置 但是不能用絕對位置 這樣知道嗎 你必須把這個指 視為一個單獨的 然後來做預測 你不可以做出這個 你不可以做出就是 就是 跨這個 跨Grid的這個預測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如果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回頭想一下前面的 RCNN他怎麼做的 一張張鼓箱割好了再來做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 那個 所有邏輯都是一樣的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第二個 寬度跟高度的輸出 為什麼不用Radio 我用指數 為什麼不用Radio 我用指數 我知道他只能輸出0到無限大嘛 那為什麼不用Radio 我用指數 好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他如果在沒有辦法預測的時候 輸出的就是1 就是跟本來原來一樣的大小嘛 對不對 他如果學不好就是 那個框就是剛好等於那個Grid 那個框 Grid的框 那個 寬度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子的話 你如果取了對數之後 1的位置剛好就是0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啊 他比較具有連續性 他不會把NP度消失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如果你做了 如果 你做了Radio 他就容易NP度消失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跟你們講啊 你們用Radio真的是比較難訓練出來喔 不然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好 那如果我們 了解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來首先 先把你的 先讀一個model進來 好 讀Mobile V2 這個可以下載 好我們來試一下 找不到 找不到 讀不到這個檔案 好 好 那這個 預測出來的這個 這是一隻 這是一隻貓嗎 對不對 這個 預測的結果是什麼 在這裡 好 那我們先 請大家先做到這一步好不好 這邊一定要全部都跟上 好 好 重點是model讀進來啊 因為我們等一下不是用分類模型嗎 這是一個分類模型 對不對 我們並不是想要用分類模型 我們想要做的是 我們想要定義一下 model architecture 我們把 pre-trained model讀進來了以後 我們要把裡面的 這一層把它抓出來 然後繼續往下拼 這樣可以接受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好我們把他全部複製貼上 這裡很關鍵喔 大家看一下 這裡在做什麼 好首先我們先把 model讀進來 然後得到他的這個 就是 是 得到他的這個結構之後 get internal 現在這裡面有非常多東西 好我們把 我們把 我們把這一 最後這一層 倒數 這一層 就是 呃這一個 linear bnoutput 把這一層把它抓出來 因為我們想要用這層 繼續往下接 好 那我們得到了basic output 這個basic output 他是架構 不知道到哪裡嘛 對不對 那我們試著丟一張 256x256x3的圖 去給他看 他off the shape 現在是bottom bottom 320了 所以是不是代表著 我們到這裡 喔512變320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這裡變320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convolution layer 我們首先先增加一些 architecture for better learning 這邊有一個叫dw convolution function 這個convolution function 喔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好不好 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我這個 呃 我裡面就是加 先convolution 再bench normalization 再licky value 再有的沒的 這個東西啊 你把它換成 你可以直接換成 就是加一層 像我們這裡教的是 直接加一層預測 對吧 可以接受吧 你要換成這樣也可以啦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 這個 準確度會有一點影響 但差別不大 所以大家知道我這個 函數在幹嘛了嗎 我這個函數其實就只是 就是做 mobile net的這個 就是 深度可分離卷機啊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們來把這一個 dw function 跟convolution function convolution function都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一乘一輸出嘛 對不對 好 我們把這兩個 euromap function 這個euromap function 進去之後 先做dropout dropout 完了以後 convolution 一乘一 然後跟final map final map 在這裡是六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要輸出六圍 對嗎 可以接受 那輸出六圍 之後呢 把它 在內部把它 分開喔 這個函數意思是說 我要把 八乘八乘六 根據這個軸 根據這個軸 把它拆成六份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這六份要做不同的輸出嘛 對不對 第一層要做什麼 sgmine的轉換 對吧 23要做什麼 23應該要做這個 就是linear output 不管它嘛 對不對 那 五六要做什麼 五六要做log 對不對 那 這個要做什麼 第六 六以後要做什麼 合在一起做softmax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 這個 它怎麼做 先把它 spite之後 先做個new list 然後 如果是4到5 就做 如果不是4到5 就做sgmoid 不是4到5 就是這兩個 不算 剩下我都做sgmoid 所以我連這裡都做sgmoid 不過 這裡sgmoid完之後 等一下是做mse 這樣知道嗎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喔 好 sgmoid sgmoid 這個也是sgmoid嘛 這個 這個不重要 因為這個我們只抓皮卡丘嘛 對不對 最後所有的 百分之百都是皮卡丘啊 所以這個不重要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呢 接著 6張map 再把它合在一起輸出 所以 我們把這個結構sgmoid sgmoid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yolo map 我們再做一次 info shape 它輸出是8x8x6 沒有錯了吧 這個8x8x6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 loss function了 我們可以拿一座 那個 損失函樹了嘛 對不對 不過這個損失函樹 看起來是不是有點複雜 好我們繼續往後看 損失函樹長什麼樣子咧 來菜人漢解釋 欸數學系的解釋一下 解釋得出來就有鬼啦 他媽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符號是什麼啊 對不對 靠這什麼東西 對不對 這 不可能嘛 對不對 好我告訴你們要怎麼做啦 好不好 首先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在這裡 這個部分是什麼 x跟y的殘差平方合 可以接受嗎 x跟y的殘差平方合 ok 這個部分是什麼 開了根號之後的 w跟h的殘差平方合 對嗎 可以接受嗎 可是我跟你們講 你會說 這個 w跟h 他不是 他不是有負數嗎 不是取了log了嗎 那取了log怎麼開根號啊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有 非常怪 好我跟你們講 因為這是原版的y的損失難數啊 我們這邊做一個release 那個部分我們直接把它改成殘差平方合 我們不開根號 好不好 好接著 這裡 C 欸你看他 C跟C居然也是殘差平方合欸 C是什麼 這個類別嗎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個類別 靠這個也可以殘差 C是這個 他的C是這個 他的C是這個 這個也行啊 這個也算啊 所以其實我們用cross entropy比較好 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這個 我跟你們講 就是 做yolo的人 你們也不要想說 他有多厲害 或什麼之類的 人家 剛開始的時候也是個學生啊 對不對 只是說可能是高級的博士生啊 不是碩士生啊 那這個 這個 人家 所以說他一開始設計的損失難數 也不見得真的比較好啊 實際上 這是yolo version 1 的損失難數 到version 3 之後 全部都改成我剛剛講這個樣子啦 這樣可以理解喔 好 那我們 所以這個部分他其實就是 做這個 是不是 有沒有框的損失難數嘛 這裡也是有沒有框的損失難數 這裡是 是什麼類別的損失難數 好呢 重點是 他前面有個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非常的關鍵啊 這個符號非常的關鍵 這個符號 如果你看到obj 代表的意思是 他真的有框 他真的有框 你說在這一格 真的是需要去預測一個框 那 如果是noobj的話 就是 這一格實際上是沒有框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他要成這樣這個 為什麼要成這樣這個 因為如果說 他是有框的話 我才要傳遞 X跟 XY跟WH的損失 我才要去修正預測 否則對於沒有框的格子來講 他的WH跟 X跟Y 不應該去做任何修正 這樣可以理解齁 所以他是前面乘上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非常的像一個東西 其實他就是Y嘛 他就是Y的這一格 有沒有框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只用個別的符號代替他 好那 如果 不管有框還沒有框 他都應該要 都應該要這個 就是 去做這個 有沒有框的這個預測 對不對 所以不管有框還沒框 都有那個部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都有這個部分 好最後 又是一個要有框的喔 有框的 我才去做 類別的預測 類別的損失暗數才算 所以 總合起來是什麼 這個損失暗數告訴我們什麼 下面 下面 第一個以外 所有的東西都是 要 有框才做預測 才做損失暗數 剩下的都是 沒有框 剩下 那個最後 第一個就是 有框跟沒有框都要 那你說 有框跟沒有框都要 為什麼把它分成了 兩個 為什麼把它分 拆成兩項 第三項跟第四項 為什麼 有沒有注意到前面有個 讓打 這個讓打是什麼 讓打是權重 欸大家 如果你仔細看 你會知道一張圖 它有breed的八成八 裡面有幾隻皮卡丘 按照我們今天的 任務都是一隻 但是如果你以後 做的是其他任務 一張圖通常也不會有太多物件 總不可能一張 給你一張圖 然後裡面有 一百個物件 不可能吧 很少見啦 好不好 大部分的圖 都十個以內的物件 好那所以 這是不是非常的unbalanced 非常的unbalanced 非常的unbalanced 就是 我的 active example 比nextive example 少太多了 解決方法是什麼 oversampling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辦法oversampling嗎 怎麼可能oversampling 靠你卷肌還可以規定說 欸我只卷這裡 我這裡不要卷 有這種事情嗎 沒有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會有求其次 我們給全中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全中就是我剛剛講 全中就是這個浪打 有沒有注意到 有obj這一項 沒有浪打 那這一項呢 浪打 noobj 所以這個浪打 noobj 通常是一個比較小的數字 主要是0.1 這樣知道嗎 那 浪打obj勒 欸我 除了預測有框跟沒框以外 最重要的是 我對他的這個 這個框的這個revise 他的這個預測框的這個revise 就是 比方說X要平移多少啊 然後還是他的這個框的大小要縮放多少 我希望他損失大一點 這樣他會對他多修正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 這樣他會準 好所以說我那邊 全中會大一點 所以這個 這一個 他的全中會大一點 這個全中大概會小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參數 yolo version 1 paper 建議定為5跟0.5 果然一個比較大一個比較小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你說為什麼5跟0.5 他試出來的 好這樣多有意思吧 所以也是蠻辛苦的 好我們來把它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好首先請你先做一個 mse loss function 注意這裡最重要的是 你需要加上obj這個玩意 這個obj你需要把它相乘 也就是前面的這個符號 你需要加上他 這樣多有意思吧 啊他是什麼 他就是 我歪的 就是我真實label的 他有沒有那個框 有框我才做出損失 傳遞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mse 跟close entropy 我們都把它寫下來 接著我們就可以寫 yolo loss function 了 好我們把它鎖起來 看一下mse loss function這不重要嗎 這個我們已經學過非常多次了 對不對 好再來 這個 這個 ce loss function 這個我們也學過非常多次了對吧 好來 yolo loss function in data跟in enable 進來之後 來首先 先把它分開分開 然後 如果 是2到5的話 我就做 呃 如果 如果 是2到5的話 呃 如果不是2到5 就是代表 呃 因為下面是mse 這裡是mse 對吧 然後這裡都是close entropy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我把它分開 close entropy 1的話比較特別 1是正樣本也有 負樣本也有 對吧 可以接錯 來正樣本 等於 他可以讓打 可以wait 負樣本呢 負樣本等於1 那你正樣本跟負樣本怎麼去計算 y 或者1-y 這是不是很像close entropy 我們消掉那個 內向做法 好 那剩下的狀況呢 我們就只看正樣本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 2到5呢 要做座標修正 我們就用mse loss 所以這個語法 你們不用太 就是你們不用修正太多 你們慢慢學 那邊你就會修正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 全部執行下去 你是不是得到一個final loss 這個final loss 是不是就可以拿來訓練了 好那 你 我們現在學了那麼半天之後 關鍵來了 我們要把我們的 x跟y 把它輸入進去 x就是一張圖嘛 這沒什麼難的對吧 y 我們要把它轉成 8乘8乘6的樣子 對嗎 可以接受嗎 8乘8乘6的樣子 然後要做一些特別的編碼方式 對嗎 可以接受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 編寫 iterator 這個 iterator 我們首先先把 這個 檔案給讀進來 這個檔案 你應該要先下載一下喔 好 好 我們先到這裡好不好 先給大家繼續 大家要做什麼事勒 把剛剛的architecture 除了 主結構以外 load function的部分 你要複製貼上喔 這邊你只要複製貼上就好了 你大概了解他在做什麼 但是你只要複製貼上就好 然後第二點 你需要把這個檔案 給他這個 給他讀進來 先讀進來為止 先讀進來為止 我們現在來看繼續看一下 好這個 這個training list image list 裡面東西比較特別喔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 Raw Factor 這個東西電腦裡面叫 Raw Factor 那我要怎麼去使用他勒 我需要 把 這個 用read.jpeg 這個函數 去把它轉成image 注意喔 我現在 把這個東西轉成image喔 好這樣就可以換到皮卡丘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欸 這一串向量 他是一堆RAW Factor 用read.jpeg之後 這個東西resize dimension會 resize image 它的dimension會變256x256x3 然後這個subboxinfo 就是告訴我們皮卡丘 他是哪裡到哪裡 0.62-0.72 差不多這裡到這裡之間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Y軸 Colon就是Y軸 Colon就是X軸 Colon就是X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Colon是平的嘛 Raw呢 Raw呢 Raw是 46-30 30 這邊大概30% 這邊大概46% 參考點在這裡 原點在左上角 這樣可以接受 圓點00在左上角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我跟你們講喔 這個圓點這些東西 是不能亂改的喔 以後你們在自己寫自己的程式的時候 你不能想 我覺得 在這樣比較簡單 我就這樣喔 不行喔 要按照我的格式喔 好不好 這個是不能亂改的喔 好那接著 我們需要一個encode function 把框框變label 以及decode function 把輸出再變回框框 好 那我們來把這一大串把它複製下來 這一大串很長喔 這一大串總共200行囉 這一大串 呃 decode function 就是你們之前那個 就是上 那個回家作業 用那個decode function 這個decode function 還比較簡單啊 那個你們回家作業 decode function 比較更複雜一點 好 好我們現在來test一下 我們現在有一個 image id 我們要把它 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 現在是不是有個subbox info 這個subbox info 是長這個樣子對吧 好我們先把它變成 encode label 這個encode label 現在長成這個樣子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它長成什麼 它是怎麼去形成的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還原回來 它是不是變成 還原的box info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我們再把 show interval 把它弄出來 好 來注意 注意我這個 show image函數 show grid show grid 這個如果你按true 我給你們看到這個information 我想給你們看的是 怎麼用從這個 回推回這個 好現在來看一下 那 yolo 是不是告訴我們 負責預測 皮卡丘的 是不是在 中心點 框的中心點的 那個grid 可以接受嗎 是在 第幾個grid 4-6 可以接受嗎 raw等於4 talent等於6 這個 對嗎 可以接受嗎 所以 4-6 這裡是不是1 剩下4-0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如果不懂那個incode的function 他為什麼會變成那個樣子 那沒有關係 好不好 但你至少要知道 出來的東西應該長什麼樣子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這裡要1剩下的0喔 好 那這一格 那請問一下 第二個軸是什麼 他的 第二個軸是什麼 第二個軸是他的 Y的高度 他的Y的高度 他的中心點大概在這裡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他的中心點大概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他的高度是這個高度喔 這個高度 看得出來嗎 這一個高度喔 這一個高度喔 有看到我滑鼠在動嗎 這一個高度 所以只有0.06 可以接受嗎 因為是相對位置的高度喔 因為你現在 開始要算他的高度 X座標 Y座標 高度寬度之後啊 你就必須以這個格子的相對 相對 相對關係來講喔 好不好 他的 Y座標是 0點下來一點點 所以是0.06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吧 好 接著 X座標呢 0.4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吧 這樣可以接受 這樣大概有0.4喔 可以接受 好 接下來 4-1 這是什麼 寬度 寬度 這個寬度 這個寬度 是這個寬度的幾倍 大概0.8倍 對不對 0.8倍取LOG 差不多-0.23 好 這樣可以接受吧 知道這東西怎麼來的了齁 好 再來再看 5-1咧 是這個高度 是這個格子的幾倍 大概1.5倍吧 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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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LOG 大概0.27 好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那接著 6 他是不是米卡丘 4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所以這個Label 長成這個樣子 你是可以接受的齁 這incode function 出來的結果 你應該現在非常清楚 這個Label 他應該是長成什麼樣子 這樣可以齁 這邊如果你有跟上的話 你應該會覺得 就是程式可能是很難顯 但是這個 出來的東西是可預期的齁 你一定要有可預期的感覺 好 繼續 好 那我們來編寫 Iterator Iterator 不會很難寫啦 好 全部複製線上 來 重點是 我的這個Core 首先我要先產生一張圖嘛 對不對 我得到這張圖之後 然後我要根據我BENSILE是多少 把它的 填成Image Array 然後我要做一些就是 我要做一些資料擴增 然後最後我的Label 等於incode function Label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很簡單吧 對不對 incode function 我們剛剛學了半天 incode function之後 拿來做這件事了 好 全部複製線 全部sauce之後 測試一下這個Iterator 是否ok 好 reset reset完之後 好 一樣 next 然後value 得到value之後 喔 找不到這個函數 靠 前面沒貼啊 我把他放這裡好了 好 把他放這裡好了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來把他看一下他的圖長什麼樣子 這個東西 decode回來之後 他是不是就長這樣 好 這是他 這是他的所有每一張 每一張圖的 這個位置嘛 對不對 好 接著 show image 好 可以接受吧 還人回來是沒有問題的 好 但是他有做一些 左右修正對不對 因為他有做一些random crop啊 或者是平移翻轉啊 之類的事情 好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你這裡ok之後 我們繼續往下貼 好 測試ok 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就可以開始 run我們的model 囉 這個這裡沒有那麼重要 這裡只是 這裡只是寫上一些support function 這個support function是 在我們訓練的時候 他會跟我們講更多資訊 這樣知道嗎 啊這個 這個你不寫不會怎麼樣 好不好 你不寫就是在 training model的時候 在training model的時候 這裡少了一些東西 這裡沒有這些東西 這樣可以齁 好 來 這裡 你有NRG在幹嘛 在initialize 他的weight 陳冠榮 你為什麼搖頭 你搖頭什麼 你聽不懂哪個部分 蛤 好 沒關係 聽不懂要馬上講喔 好不好 我預期你們在這裡應該是 程式碼不會寫 但是是聽得懂的 因為你們要聽得懂 你們未來 某一天你們要用 因為我現在根本 你們現在要學會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不好 那你們未來某一天 你們要往這方面發展 你們要學會的時候 你們會知道 這裡面程式碼在寫什麼 大概邏輯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來這裡是在initialize 他的這個 呃 parameter 然後 這邊做transfer learning 我先填進本來的 參數碼對不對 接著做訓練 好 然後我要作弊 我要用GPU 我用GPU一好了 好 可以RUN 好 當你看到可以RUN 那就是成功了 好 我們先給大家RUN一下好不好 好 喔 我還在訓練 好 我現在 我現在把他關掉了 不想訓練了 好 那我不想訓練了 我現在把檔案讀進來 好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model給他讀進來 我們先把圖鏽出來 好 Lesson 12 好 這個是原始檔對吧 這個框是原始的框喔 這不是 這是 這不是預測出來的框喔 好 接著 我們把這個 這一個 我們把YOLO MODEL給讀進來 喔 這個YOLO MODEL我先把他讀進來好了 好了 YOLO MODEL MX MODEL LORD LESSN 12 然後呢 我來找一下 我把他放在哪裡 MODEL MODEL YOLO V1 0 好 我全部讀進來之後 現在這個PREDICT OUTPUT是不是我的PREDICT值 對吧 我用YOLO MODEL PREDICT 我們看一下 來 他下面預測亂七八糟的 我們來看要怎麼解碼 看著喔 這個數字是不是特別大 所以一定是以這一格為準 對吧 可以接受齁 這一格這裡有皮卡丘 剩下的地方都沒有皮卡丘 對吧 然後咧 這一格的 這是第幾格 4-6 對不對 4-6 這一格是不是重要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Y軸往下0.45 對嗎 這一格代表什麼意思 X軸往右0.45 這一格代表什麼意思 他的高 他的 寬度 是 這個 exponential0.1倍 所以大概等於1 好不好 大概1點出頭 可能1.0幾吧 1.0幾 那 他的 Y軸 高度呢 大約是 1.4倍 大約是1.4倍 這樣可以吧 1.4倍的高度 是不是皮卡丘 是皮卡丘 不過這不重要 反正因為他就只有皮卡丘嘛 對不對 好我們把他用Decore函數 把Decore的看看 Decore的 好我們是不是得 喔皮卡丘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到底對不對呢 來修Image 來看一下 這是 原始的框 這是 預測的框 預測的沒有說非常準啊 但是感 因為畢竟 Sample小嘛 實驗性值嘛 對不對 但是 有沒有一點感覺啦 是東西是出的來 對不對 好我們 請大家把練習衣做完 好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我們要學什麼 我們已經會預測框了對不對 下一步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要知道我們預測準不準 好 我們預測準不準這件事情很難喔 為什麼很難 因為 以前我們 類別變相我們可以畫ROC curve 那 連續變相我們可以用很多什麼 correlation 等等的 欸 這個東西 這個 欸冠儒你有學過嗎 怎麼辦 我們這個預測框 那我們怎麼說這個框很準 怎麼辦我們問一下 你覺得這個框準不準 蠻準的 好 我們現在 我們先介紹一個 就是比較常用的指標好不好 這個指標 叫做 Average Precision 這個 Average Precision 是說 呃 我先跟大家講啊 就是 Average Precision 是講說這個 欸就是 如果他 我們先不要 我們就不要直翻了啦 直翻也沒有任何意義啊 直翻不會有任何人聽得懂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直接講他的定義 好不好 來 就是 大家又要畫過 ROC curve吧 對不對 ROC curve X軸是特異度 Y軸是敏感度對吧 那 Average Under ROC curve 它其實 ROC curve是 敏感度跟特異度 實際上 我們在做 機器學習的時候 更強調的不是特異度 為什麼 今天 一張圖裡面 沒有皮卡丘 這件事情 就Naked Zephyl 沒有皮卡丘 這件事情 那請問看 它要 它有多少支啊 它是不是非常非常多支 這有非常非常多德國 我們不要講多支 好 非常非常多副樣本 對吧 所以這個沒有故意 我們去看特異度沒有支 這跟醫學不一樣喔 你要知道為什麼他們不看特異度的原因喔 因為在醫學裡面 一個Naked Example 那也是一個等 所以特異度是重要的 但是在醫學習裡面不一樣 這個 一個谷裡面 我現在有一堆後腿框 這個後腿框沒有框 Naked Example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不看Naked Example 這樣東西 我們改看陽氣預測值 所以在 機器人員的領域 我們看的是陽氣預測值 跟 敏感度 那 敏感度還是很重要啊 有皮卡丘沒有被我抓到 這很重要嘛 那我預測的皮卡丘裡面 有幾支 真的是皮卡丘 這個也很重要啊 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 他們用的是陽氣預測值 跟 這個 敏感度 那我們在畫ROC Curve的時候 是特異度跟敏感度 畫成的曲線 他們在畫的時候就是 敏感度跟陽氣預測值 畫成的曲線 就叫 PR Curve Precision Recall Curve 這個 Recall就是 Sanitivity 好這個只是 兩個領域用詞不一樣而已 他們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這樣可以吧 然後 Precision呢 就是陽氣預測值 不要懷疑 好畫成這樣一張圖 難不難呢 我們先 難不難我們先不管了好不好 我們先 我們先知道說 欸畫成這樣應該不難啦 對不對 但是你做這個 跟圖有什麼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 那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這個圖啊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他會 他會有這樣 欸會先掉下來然後再往上 欸掉下來再往上 這個是 PR ROC Curve很常見的狀況 為了 但實際上我不可能會用這個點 我不可能會用這個切點來做這個 這個 這個切點 這個敏感度比較低 特異度也比較低 所以我不可能會用 所以他會 首先他 這個客服 他會先經過一個前處理 這個前處理是把 右邊的最高值 把它補到左邊 直到撞到牆為止 這樣知道嗎 好 從所有過程都會 如果有兩個凹槽 他不是這裡補完就不補了 他是會補到這裡為止 這樣懂我意思齁 好 那他的這個新的這個紅色的線 這個面積 就是 PROC的Ariandercurve 對不對 這個東西 你可以叫Ariandercurve 你也可以叫他這個名字 AveragePrecision 為什麼叫AveragePrecision 在任何一個敏感度之下 平均的Precision 其實就是Ariandercurve 可以接受吧 AveragePrecision 那你說為什麼AveragePrecision 前面還有一個命欸 聽起來有沒有有點像總偷偷 對不對 又 這個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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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精準度 對吧聽起來有沒有有點 Mine AveragePrecision 聽起來真的是很奇怪 對吧 總偷偷 跟總偷偷很像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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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這個 這個 前面那個Mine 他主要是 如果今天 我們今天就有皮卡丘 所以我們只需要畫一條AveragePrecision 對吧 那如果你今天有 十個類別 你是不是要畫十個 你把這些整合在一起 一起來說 平均起來 說明著你Model的Precis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OK 那了解了以後 我們就來看這個函數 我們先預測一段真實值 預測值跟真實值的序列 那他的AveragePrecision 就長這個樣子 看著啊 這個Number of object 就是總共四隻皮卡丘 那 PrediteValue 代表第一隻皮卡丘 預測他幾率多少 第二隻 第一個框 幾率多少 第二個框幾率多少 第三個框幾率多少 Real Value 代表他是不是四隻皮卡丘 他是不是真的是皮卡丘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個 很容易 你就可以算出 Ariang的 AveragePrecision 是0.55 好 好接著 你會有個問題啊 那 剛剛那個算法裡面 有很關鍵 他四隻皮卡丘 可是他憑什麼四隻皮卡丘 因為我框不可能 反正正確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定義 假設兩個框 兩個 就是真實值的 因為你有光復什麼 真實的框 跟你預測的框 他的IOU IOU 就是 連擊的面積 分支交集的面積 IOU 大於某一個 threshold 我就叫他 說 預測成功 這個是有皮卡丘 在裡面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是 小於 如果 小於這個數呢 我們就當作他預測失敗 即使他好像有框號 皮卡丘 他在皮卡丘附近 但是我們還是把它當 預測失敗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Average Position 後面通常會跟一個 你以後看PayPal 他有Average Position 後面通常會跟一個小數字 叫做0.5 代表的是 以0.5當IOU 當做Stretch Holder 所算出來的Average Position 所以我問你們一件事 你們覺得 AP 0.5跟AP 0.25 跟AP 0.95 哪一個數字會大 哪一個數字會小 來 江城景 你覺得哪個數字大 哪個數字小 同一個Model 我用這三個指標去預測他 哪一個數字大哪個數字小 AP0.25大 AP0.95小 對嗎 對 冠儒同意嗎 蛤 相反 那江家綺 來我們就舉手好了 來來來 覺得AP0.95比較數字是大的 來舉手 蔡人翰你這樣是有沒有舉手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舉手 覺得AP0.5大的 舉手 你為什麼不舉手 這麼害羞 你看隔壁的挺你啊 蔡人翰你是什麼 什麼意思 大 大 你不知道1大於0 這個 你要跟我分析大小嗎 大 大 所以你覺得 你覺得就是 AP0.25比較大 對吧 好 來 優伴別人獲勝啊 為什麼來大家來想一下 這個0.25是什麼 是Stretch Hold 是Stretch Hold 所以Stretch Hold 越低代表 他預測到 認為是正確的 Stretch Hold 越低啊 所以他越準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們講的對 我剛剛跟你們考這個只是 想要告訴你們 那個數字的意義 你們要了解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這個IOU 它是什麼呢 我們IOU要怎麼算呢 我們需要啊 我們需要把 真實框 真實的框 好這個是預測框對不對 這個是我的預測 這是真實的框 這是我的預測框對不對 這兩串的2到5 是不是就是他的 這個 就是左右上下 對嗎 可以接受嗎 這個也是他的左右上下 我們來看他的IOU 0.422 你發現什麼 所以這個是準的嗎 這是不準的 這算不準的 所以你發現 但是你覺得他準嗎 你體感 體感他準嗎 還蠻準的吧 其實講真的 如果給我一張圖 我預測成這樣 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所以其實 IOU0.5 其實是一個非常嚴格 不能算非常 其實還算嚴格的 stretch hold 這樣的東西是吧 所以那既然 0.5是一個 很 就是比較 其實是蠻嚴格的標準 所以這個AP 你注意看這個AP AP百分之百就是 Arounder Cup百分之百 代表很準 對不對 你會注意說 我現在去Google YOLO V1 YOLO V3 我現在去Google YOLO V3 V3 這個 MAP 為什麼我都看到這些了 我不能看一下官方網站嗎 他官方網站在這裡嗎 OK 來 我們先看他的影片 好不好 我們先看他的影片 這是他 靠 這什麼鳥 這是他 YOLO V3 TRAINING出來 直接做 Object Detection的 準確度喔 請你看一下 居然還要看廣告 但是 受不了 好我從中間看來看 音樂關掉了 受不了了 這個來 你們覺得這準嗎 看起來準吧 你們應該不覺得他不準啊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我來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的一個model 他的MAP多少 他的MAP50 MAP50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 以0.5當stretch hold的這個 他的MAP50 也不過 過 60%不到 但是 你剛剛應該感覺已經很準了吧 所以 MAP是一個非常嚴格的指標喔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數字小 就是你不可以用 你不可以用一般說什麼 喔這個 誒 你剛剛在客服沒有0.9 這東西還好意思拿出來嗎 喔沒有沒有 這個指標非常嚴格 你就知道這件事情就好了 0.6的MAP 這樣0.57的MAP 你剛剛看到的影片就已經是負責性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齁 所以其實是很準的喔 甚至0.2都不會太不準 講真的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給你們的家庭作業 那個模型因為比較小 他的MAP大概就只有0.3吧 我印象中他的MAP只有0.3 但你們會覺得很不準嗎 應該不會吧 對不對 覺得還蠻準的 OK 好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剛剛的Average Precision 把他的這個過程變成一個叫AP Function的 好這個AP Function 你可以先把real的IOU把它算進去 因為每一個框 你都可以去計算出他的IOU是多少 對不對 跟真實框的IOU是多少 好然後接著 我們就可以去評估 那個評估你訓練出來模型的準確度 好這裡我們就 我們就不給大家練習了好不好 我直接把它算出來 好大家只要知道首先 我先把模型讀進來 好然後model檔案讀進來 好讀進來之後 我predict 我這邊predict 我一定要我這個ctx等於mx.gpu 好這樣預測比較快 不然會很久啊 不然會很久啊 好預測完了 接下來predict boxinfo 好IOU0然後全部計算 Cecurate AP AP Function 好 0.86 所以這個模型非常準啊 你剛剛看到0.6的 有多準了吧 0.86有多準欸 我們隨便搞一張圖來試試看 我們隨便搞一張圖來試試看 好就我們現在就來image ID 1 好等於1 然後這個show image 然後這個是image Array 下個 Begin 好然後這個predict box predict box在這裡對不對 呃image ID 等於 IMG ID 好第一張圖我們試一下 诶靠第一張圖就辣茶了 这样至少有个框错的 好第二张来 准吧 第三张 第三张是不准的 第四张 第五张 这个感觉起来应该有 第六张 第七张 好有感动吧 对不对应该感觉 这个真的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们这里就 我们这里就 稍微休息一下 给大家到 就是三点半好了 好不好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已经达到了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我们的 AP有89%超高 比如说RandomCorp啦 比如说一些这个资料扩增啊 或者是说一些什么 呃就是 比如说呃我现在暂时也想不到 把这个MobileNet换成这个 RecidioNet啊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 呃 改改学习率啊 改改FM size啊 对不对 现在这些都不会吧 基本技巧 对吧 吃工厂你会觉得 呃 其实要做个实验也蛮容易的 对不对 不过还要做哦 哇哦 那个其中最后我还在强烈的进行做 你做就会感动 好 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改损失函数 好啊为什么要改损失函数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今天 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物件识别的任务它难在哪里 难在 它一定是unbalance的这个data 为什么框一定比较少 就是 positive sample一定比active sample少 非常非常多 这样东方的意思吧 那 用加全的比较好 还是用oversampling比较好 我先问一下在一般的分类生物里面 oversampling比较好还是加全比较好 自工厂 哪一个比较好 为什么 不知道 经验告诉我是这样 来来来来 经验你觉得勒 眼神跟我教会的就是你啊 来来讲一下 你觉得呢 你也不知道呢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其实我 我记得我 好像大概两个月前好像有讲 我已经有讲 数学难民还是记得 你记得 你记得 但是你也记得我 为什么原因是这样 很烂 加全真的是你本质上是不是说你给他一个很大的学习 学习率大有不一定比较好吗 没有 那oversampling跟加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说加全 oversampling我 他figure的样子抽10个上 这意思不是一样吗 意思看起来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实际上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啊你抽 第一个你抽上来不会抽同一个样子抽10个上 对不对 所以他会平均起来有一些各自的这个就是 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 最重要的是 抽样本身会带来不常那件事情 这样跟我意思吗 他本身会带来不变 希望值一样不代表 过程会一样 因为变异数不一样 变异数一个是0 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有变异数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有变异数这件事情 考虑到学习率本来就不是越大越好 这样懂我意思吗 没有人说学习率越大越好 第一课我们就已经知道 学习率太大会出事了对吧 所以说加全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问题是 做一般的分类任务 我们care over the print 那做这个我们care over the print 不行啦 我卷积我不可能规定 哦只卷积这里不卷积那里 可不可以这个样子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可是我就 这张图 假设这边有九个格子 对不对 这是positive sample 我不能over sampling 你看我head on the sample 我这边剩下八格 我就随意抽一个传组 是一个好 这会不会很难 不会很难啊 就是因为你 原来就知道 这个这张图里面 哪个地方是positive sample 对不对 因为y等于1的地方是positive sample啊 那y等于0的地方 就是很多nextive sample嘛 那你就随机产生一个 weight的 加全的 这个 你可以把它叫做mask 好吧 加全的mask 这个加全的mask 这个positive的地方 固定问题 那 native的地方呢 就随机抽的地方也是1 然后把这个mask 撑上它 那是不是就等于 剩下的地方 都不会传组织了 这样听得懂的意思吗 我觉得数学器也听懂了 来 朱东南你听得懂吗 大家一起你听得懂吗 数学器也帮我教他们一下好不好 加二个都帮我教他们一下 你听得懂啊 你看起来听得懂 你听得懂对吧 可是因为我等下4点半一定要走啊 好不好 所以我不能再讲太多 可是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under sampling跟over sampling两个比较好 看看 有哪个比较好 一个是正量本抽很多 抽到跟负量本的量 一个是把负量本抽掉 让他少到跟正量本一样少 哪一个比较好 抽多一点好一点 为什么 感觉比较逻辑 我觉得都很有逻辑啊 你为什么会觉得比较逻辑 逻辑就是啊 这个 东西更少了 当然 资讯属是比较不好 对不对 我tactive sample很多 我为什么要把他丢掉 都懂我意思吗 所以 我们其实 如果我们其实不喜欢under sampling 那你可以可以从别的一种想法 诶 我这看paper我从来没有看过under sampling 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诶 那他一定是不太好 不然我怎么会今天才第一次听到诶 对不对 好 那我跟你们讲啊 所以我们 物件识别的任务 困难就困难在 他没办法over sampling 你懂我意思吗 他真的不能over sampling 他可以under sampling 他真的不好 对吧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 让他解 你看 到底要用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 诶解决的方法 就有人提出一些 特殊的损失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损失函数 诶你们有没有看到 诶这个人民是不是又有点熟悉啊 诶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诶怎么老是发paper都是这些人 诶 诶真的是都是这些人啊 好不好 他做什么事诶 他提出了一个东西叫Focal Loss 为什么叫Focal Loss 我也不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Focal Loss的公式 跟Cross Entropy差在哪里 这个Cross Entropy啊 是 这个前面这个Alpha 是一个权重 就是Wetted 的这个Cross Entropy 诶正量本本全中大家有富量的全中比较小 那Alpha就是超过1.5 这样大家多多意思吧 好那 他的这个 差别在哪里 在Alpha后面加了一个1-P的Gamma次方 那Gamma 然后在1-Alpha后面加了一个P的Gamma次方 如果Gamma等于0 Gamma是一个可控制的参数 Gamma如果等于0 那一项是不是可以比较三调 所以完全等下来有多争重比 这样可以接受吗 Gamma等于0 那一项完全等于多争重比 可以吧 那Gamma如果等于1呢 诶那你就要多一个加成 就是1-P这个加成 那请问一下你在正量本里面 1-P是什么意思 离 1-P就代表 理论上我应该P要越接近1越好 对吧 1-P我要对1-P加成 我要加成1-P倍 这代表如果判对了 如果判对了 它的权重就会很小 判错 错得越离谱权重越大 错得越离谱权重越大 你也懂这个意思吧 好 那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边是 Nexed Sample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P越接近0越好 对不对 结果它就加成P 代表什么 错得越离谱 这个权重越大 这样可以接受吗 理解它想表达什么吧 这个数学是 它想表达就是这个样子 我今天 要训练的时候 我希望 如果我已经学会了 像说我已经学得还不错的 我希望它的Lost小一点 我学得不好的 我希望它的Lost大一点 这样我会更 我的T度会更往那边跑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 但是我们来看看 邏輯 Gamma的0的时候 这个 E就是正确了 E就是正确了 你有沒有發現它这个比较平滑 正确到错误的这个 这个就是坡度比较没有那么陡 如果Gamma很大 你看它只要 正确到一定程度 几乎就不提供Lost 那 除非 它有错误 它才会提供Lost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可以怎么样 我们很快 我们初始去做预测了 以后 很容易你就会发现 诶 物样本 AI很容易就发现这件事情啊 训练一下 我全部都先拆 不对 我全部都先拆 没有光 这是不是很安全 大部分都是对的 对吧 可是它很快的话 不能用Gamma的特略 如果你用Gamma的话 因为即使你200个都预测对了 但它几乎不提供Lost 200个 一个错就提供Lost 那如果你用一般的Gamma 200个呢 200个 虽然每个人都只出一块钱 但它毕竟就出了200块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它用Gamma有真的好处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 我跟你们讲啊 想法是很美好 他今天实验做出来也是很美好 所以他发了一篇paper 以后如果你们自己 莫名其妙 你们想说 应该这么做 应该也不错 大部分的状况就是想法很美好 实际上 一点帮助都不会有 好不好 但我跟你们讲啊 今天它刚好是想法很美好 而且刚好实验有效 这样懂我意思吧 我根本讲就是 呃 所以我看这边paper就是刚好啦 好不好 刚好就是有效 然后刚好做这个Gamma 不然改个Lost function 然后这种paper到处都有 好那我要怎么改Focal Lost呢 非常简单 来 就是在我乘上P之前 我先乘上个P 跟E-P的部分嘛 这样懂我意思吧 乘上个P跟E-P的部分 那我就可以把 C1改成Focal Lost了 来往下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E-P乘以Gamma四方 可以接受吧 这里后面是不是有个 P乘以Gamma四方 为什么要加个EPS 怕这个数字太小了 等到0的N四方 这样会有问题 这样懂我意思吧 EPS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OK 我们把这个Focal Lost 把它改掉以后啊 大家注意看前面的哦 前面我在Arctitial这里 哇天哪 到底有多少语法 前面我Arctitial这里 本来不是CE Lost吗 对不对 我把CE Lost 直接在下面贴上Focal Lost 然后 我把 那这样就改掉了 然后我再讲个 就是MSE跟MAE 有什么不一样 来 MSE MSE就是 我对 如果 誤差很大 我权重度就很大 因为它是平方嘛 MAE是什么 MAE就比较平滑 对吧 可以接受吧 好 MSE跟MAE在 这边 它负责的是这里 对吧 它负责这里 那MAE跟MSE 哪一个对我们的物件识别任务比较好 它主 它主攻框的部分 哪一个对我们比较好 理论上 那 从想法上来讲 MAE应该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MSE 它惩罚 就是预测错 你今天一个病人 假离子本来是0.5 本来是 本来是 假离子 你 正常的假离子 就是10 你今天一个病人 假离子 实际上是2 被预测 被预测成7 那这很严重 就要重重处罚 对吧 可以理解吧 那如果今天有个病人 假离子 这个 那如果今天有个框 今天有个框 就是预测一个框 它本来只有这么小 但不知道为什么它预测这么大 它需要给它很重的惩罚 框不到就框不到 框不好就框不好 对不对 懂我的意思吗 框不好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它不需要对它做这么大的惩罚 那反而是那种已经快好了 我是不是想要对它修正在更 修得更完美 你今天懂我的意思吗 今天 我今天 做随便做一个这个 主要忍脸刺激 我这样一扫下去 我要把忍脸框出来 今天不小心在我的面前 这里就有个好大的框 框在那个方向 没框到就没框到啊 会整 有 有必要为了它加全那么多倍 然后 牺牲其它修正小 边边的这些机会 修正边边也非常重要 对不对 我们总是希望大部分的框是完美的框好 有一两个 绿特抱了无所谓 所以 根据这样我们会希望有MAE 这样懂我意思吗 不要用MSE 可是MAE又有一个缺点 MAE在零点部分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这样懂我意思吗 转折 这样的转折有什么缺点 就是 你如果刚好在 预测 会一点点 或错一点点 就是 预测 往右边一点点 或往左边一点点 喔 它那个数字起 不会太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要预测10公分长 这件事情 我预测10.1公分 跟预测9.9公分 它们其实没有差多少 可是它们造成的loss 因为用MAE 所以它们造成loss 是有一定程度的loss 但它们方向完全降丰 所以就很容易 这样的不平滑 就很容易造成 训练的过程中 会产生问题 所以有一个函数 结合它们的优点 来看一下 MAE长这样 黑色线 MSE勒 红色线 红色线就是对两边加权太多了 对吧 诶 有没有一个 平常用黑线 然后很靠近圆点的时候 用红线的 诶 来看一下 这有一个叫Rocosch的 这函数不错吧 那我们就用它了 诶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要改个损失函数也没有很难嘛 对不对 反正我就把所有函数这样看一看 看哪个函数跟我 比较 我比较喜欢它的形状 我就用它就好了 对不对 数学系的 有没有突然觉得这很简单 有没有突然觉得Focal Loss好像没有很高级 突然有这么感觉对不对 因为Rocosch你看过嘛对不对 对 没有错 Focal Loss真的没有很高级啊 好 这个 Rocosch 定义如下 好啊 要写出来不会很难啊 因为那个 就是阿圆里面有Coach 这个MXNATO有提供Coach 这个 这个语法 这个语法 所以它可以直接改成Locosch function 好注意哦 我在Arctitial这里 同时加了 Focal Loss跟Locosch 这样可以接受吧 它们的Input Output是长完全一样哦 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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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可以接受吧 好既然完全一样的话 那你就知道我们的练习题要做什么 用新的函数修改损失训 那个 然后重新训练模型 怎么做呢 把我们的Euror Loss function这里 直接把 CE Loss 改成Focal Loss CE Loss 所有你看到的CE Loss都改成Focal Loss 然后给它加个Gamma Gamma等于2好啦 就这样 我忘了跟大家讲 就是 那个 何凯明 他Paper的 他Paper训练出来 结果告诉我们说 Gamma等于2 效果最好 所以 Gamma设2 还不错 这样多了意思吧 你看又是一篇试出来Paper 好 那Locosch呢 那就把MSE的部分改掉就好了嘛 对不对 MSE 改成Locosch 好 我重新执行次 执行完之后 诶你发现可以直接training哦 training在哪里 我看一下 好training在这里 执行完之后可以直接training哦 完全什么都不用改哦 很简单吧 这样可以理解哦 好那我们就不继续下去啦 诶你应该会发现一件事 Locos很小 很小 对不对 可是这个Locos小 并不是代表这个 并不是代表 哦他真的效果这么明显 马上就 有帮助哦 是因为他 整体来讲就是比较小 他整体来讲就比较小嘛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的 他的标准不可 他跟那个 Cross Entropy的训练轨机是不能够相比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就是 这个大概都是概念而已啦 我们给大家就是 重新training一下 五分钟就好了好不好 不要浪费太久时间 不过我们后面还要上 如果你上之后有认真做回家作业的话 我刚刚稍微少背了一下 大概就一个人 对不对 那 蛤 蛤 你这等于我看啊 对不对 好啦好啦 我们不要那么打击你的这个积极度啊 好啦 这个 做得不错 表现得很好 持续主展 加油 好那 那这个 诶 啊怎么了 承赞一下你 好啊 好啊 那我想这样 好啊 你想要什么承赞法 没有 哎呀 好 没关系 那这个 这个 诶 上个礼拜 如果你有做作业的话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诶 这个 高度跟宽度啊 我们就用一个东西啊 Arcobus 才算 这Arcobus 这个邏輯 这个样子 我们本来啊 本来一个 一个 土掌这样 好 这个格子哦 然后 我的框 我框 假设在这里 好 那我的 W 就是宽度的倍数是多少 是不是 W0 这个我们叫他WB WB 好 这样可以吧 B是那个box的意思 这样可以吧 那这里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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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 然后这里是 呃 H0 好 这样可以吧 那 我们在计算 宽度跟高度的时候 刚刚是怎么算的 直接相处 对吧 几倍就是直接 FB 除以WB HB 出于H0 WB 对吧 刚刚是直接除嘛 对不对 可是啦 实际上在预测的时候 我们很常会用到一个东西 叫Arcobus 我在上个礼拜 是不是有讲说 我们今天如果只要预测 一个Grid 如果只要预测 一个box 当然什么问题都没有 问题是一个Grid 常常会预测多个box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同个地方 假如说在这里 同个格子 他同时 人抱着一只猫 都在中心中 我都抱在中间 对不对 不然你想怎么样 那你是不是 猫羊框 人羊框 他问题就是 一个格子 就只能给个level啊 你 怎么可能给两个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怎么解决 解决的办法就是 我们把 我们把框 根据他的大小 还有形态 把它分成不同种类 为什么这样可以解决 你可以这样想喔 如果今天有框 有东西重叠的 有东西 就是如果有两个东西重叠的 然后他的身形跟我完全一样 就是 他的长宽比 和大小跟我完全一样 那我怎么可能被他盖住 你懂我意思吗 那那个地方 认不出两个框 那也是刚刚好而已 今天如果 我们两个 两个东西重叠的 我又要都预测出来 那一定是大小 或者是长宽比 差很多的 不然不值得被 同时预测出来 这样懂我意思吗 今天 就站在这个格子 我跟洛生重叠了 那一定 就只能预测一个人啊 要嘛就是我把他躺住 要嘛就是他把我躺住 我们申请是一样的 这样懂我意思吗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子哦 那如果他的逻辑说 我要把不同 长宽比 和大小框把它分离出来 然后用不同的地方预测 那我要怎么做勒 首先我要先把所有的框 我标完所有数据之后 我就是会有框嘛 对不对 我所有框的长宽比 对吧 所有框的长宽比 我把它点在 点在底上面 就是W 就是H 然后第一框在这里 第二框在这里 第三个框在这里 第三个框在这里 類似这样子 我总是可以放散步组嘛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指定 我要预测两种 这一类 是第一种框 这一类第二种框 这样可以理解吗 至于怎么去分这个东西 有很多种方法去做 clustering 好不好 就是你要把它分组 你可以手动分组 也可以自动分组 这样可以接受 反正只要分个大概就好 不用分那么精准 好那这样子的话 我的框是不是就被限定了 我是属于哪个框的 哪个unclebox去把我预测出来 所以它说 如果你要预测一个整 那它必然是一个 必然是一个 就是直立的 大部分的这种方向 这样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 我整抱这一只猫 整 就是用 刚刚不是说出来是六维吗 对不对 整 可能用的就是前六 那如果是 如果是 猫 它可能用的就是 6加6的 加6这个部分 这样的东西 是吧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 那既然你用的是毛框 而且我也知道它的长官比了 我们就不要再使用 hb除以h0 hb除以h0 当作它的倍数了 我们产生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新的东西 我们叫它unclebox 这个unclebox 我来想办法搞成新的颜色 我没有红色 在这 好 这个unclebox 假设是长这样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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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unclebox 然后这里是 wa 这里勒 ha 那我的倍数就被改成 wb除以h0 hb除以h0 这样可以接受吧 这样我再还原回来 好 我逻辑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啦 不 Austr 所以 técnica decore ak 就是 decoreFunction incore incore 分デ curated 计算过程 变成去计算 光猝使 跟unclebox之间的 差异 这样懂我意思吧 哎这里要了解喔 这里 所以灌炉你是了解的吧 因为你有好 rectangle看吗 对不对 incore你应该有看完的 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头到尾 就是如果你把這個 training 這個box info 把它堵進來的話 好 這個是我們現在的這個皮卡丘的那個 好 我們把它堵進來 好這是皮卡丘的那個長寬比 可以做嗎 這個皮卡丘的長寬 好 3.2是什麼 寬度對不對 然後4.5是多少 高度對不對 好我們把它撿完之後 這個unclebox info 這個是不是就是 每一個的長寬 取LOG之後的結果 為什麼要取LOG 因為它是 為什麼要取LOG 因為我要那個嘛 我要看這倍數嘛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 把它做 這個 就是把它分成九個框呢 這樣我們透過這個語法 就可以把它分成九個框 這樣多東西是吧 什麼 分的邏輯是什麼 分的邏輯是 我們把它點在散布圖上面 根據它的不同區域 我們把它框成不同的 不同類別 這樣多東西是吧 那所有綠色的 框 你被歸類在這一類 就請你使用那一個 那一個 就是 那一個 就是 box 這樣多東西是吧 那一個unclebox ok 好那九個毛框之後 下一步就是指定 將物件指定為某個毛框負責 那 經過這串語法之後 你的training box training box info training box info 就會出現了 你是哪一個rank 然後level級 sequence級 注意這件事情 上個禮拜有給你們回家座位 預測出來的結果 它是三層對不對 greed 8乘8的地方 預測一次 16乘16的地方 再預測一次 32乘32的地方 再預測一次 所以這個rank 就代表 這個level 就代表它是在 第幾層 它是在哪一個 哪一層 去做預測的 那sequence 就代表它是 哪一層的 第幾個 這樣可以了解吧 ok 欸 好那最後 最後這些資訊 就是我們在訓練 跟incode decode要用了 好那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需要改變 我們的incode 跟decode 函數 這個東西你們不需要特別去看 你們可以回家可以一行行看 但是我們這邊不特別解釋 那之後 使用方式就跟前面完全一樣了 那如果你想要體驗 如何去訓練 一個yolo v3 現在這個語法 multiple boxes 這個語法 是一個 這是一個 這個就是 訓練yolo v3的完整 完整這個語法 用來直接執行就可以用了 好那predictor 就是直接用來predictor 這個語法在這裡 我給你們大家看一下 十二課 在哪裡咧 我看一下 皮卡丘 這裡 來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路徑都在上面定義啊 從頭到尾多少行咧 700多行 好 不要笑喔 我都已經寫出來了 我都不叫我們寫 對不對 試試看好不好 試一下 然後predictor predictor在這裡 predictor在哪裡啊 predictor在這裡 predictor語法在這裡 200多行 這樣可以吧 好 試一下好不好 試一下你 然後去訓練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marketbox的這個 就是 模型要怎麼訓練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今天 上課 基本上要上到這裡啦 我們的物件識別 告了一段落 好 如果你覺得今天 上到此處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 現在就會寫那些語法啦 好不好 但你如果理解他的邏輯 理解他的原理 基本上我們的課程目標要達到啦 剩下就是看你願不願花時間 把這個部分學起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來我下面做了一個動畫 啊最近要出完結篇啦 幹嘛笑得那麼開心 對不對 這個好像快到了 啊兩天後 對不對 這個最近要出完結篇 欸你們有沒有覺得這個 這個我讓我的那一支 我讓我的那個 AI模型 來看一下進階的巨人 看他會發生 看看他怎麼去做 Nabel 好我不是用我給你們 家庭作業的喔 我是用resnet訓練的 這一支model NAP大概有0.5G 這跟Yolo V3差不多 而且我就 欸應該說我就是 用Yolo V3做的啦 好不好 只是我勸出來 大概performance 0.5G OK 欸 大家在看這個時候 大家注意到什麼 你看他是不是 這個 女主角在飛的時候 他是不是看不出來 那是個人 那巨人是不是看得出來 是個人 對吧 剛剛在笑的那些人 你們有在看巨人對吧 那巨人是利用什麼形象 畫出來的 肥仔 對吧 那為什麼AI只看得出肥仔 看不出漫畫的螢幕呢 太快 怎麼很太快 就是AI是一張張看的啊 原因只有一個啦 就是真實世界的人 長得又是肥仔的樣子 欸 因為他只認得sample比較多的樣子啊 對不對 他從來沒有看過 欸 前面那個怎麼可能是人 沒看過啊 對不對 後面這個欸很熟悉 對吧 這樣子懂我意思嗎 好啦 這個 這個大家都是啦 好不好 好那就這個樣子啦 這個 那個如果你想要把 你前面 前面的那個模型啊 如果覺得有興趣的話 那是皮卡丘的嘛 對不對 你想要訓練完整版的 但是是小sample的 你可以試一下 Github 這個Github有 Voc Voc 2007 這個model dataset 大小就特別大 大概幾千筆 我給你們GPU Server 訓練這個綽綽有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就是 你可以把它這個就是 欸稍微就是玩家 好不好 如果你未來是想要做 ubject detection的話 強烈建議要把這個 就是 Github把它做完 好這樣可以吧 欸 我就在說你們啊 可以喔 好那就這個樣子啊 好今天上課上到這裡